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向铭扬 最近我们出了很多新的课程 想和大家拍一段视频 解释不同的课程有什么用途 以及适合哪些同学报读 首先我们想谈谈Core的部分 Core,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是有七期的精读班 相当于我们的普通特别快车当中的七期内容 如果你到现在还未上车的朋友 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 你可以拆开七个不同的精读班 去报告我们这七期的课程 其实我们最近加开了一些 头四期的班 因为有一些已经是原底上了 但有信众要求 很多同学都说我现在才上车 可能我是第四期 甚至第五期才能安装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追回前四期呢 其实现在就加开了这些课程 而当中还有不少是直播 如果你们去到我们的资料内容的话 你会发现得到原来在我们的尖沙咀和旺角 我们分别也有开了一些一天上四堂的课程 还要是全Live 那你细心点看清楚那些的日子 其实我们是连续四个星期 Pan A B C D这样去的 2月18号我说旺角为例子 星期二我们说上旺角的Pan A 然后然后七日之后又是上旺角的Pan B 如此类推在七日之后就Pan A C 然后就Pan A D 尖沙咀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那大家自己可以留意 如果真的自然错失了的话 连续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过来一天 一天上四堂去追回你们失去的部分 自己留意 那当然你说EFGH 我们还有后面的 我们还有7期的 那你就可以追捕我们那些叫做特别快车 还有我们有一个叫做超级特别快车 那这个就大家去跟回那些课程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Tips Cast 就是我们的重头戏 也有很多同学报了 那是什么来的 楼上的精度班 其实我们是每个题目 和你深入演绎每个题目 是如何考的 而当中我们例如Cross Topic 几个题目一起考的 究竟是如何考的 或者来年2014 究竟我们如何去贴回它的趋势 整份卷的操控又如何控制 又或者我想看一些剝卷 不是说只是学一些 普通的skills 我们整份剝卷 究竟做下去的 时间的掌控是怎样的 各方面的问题 我们说就会放在Tips Cast那边 去和大家研究 Tips Cast方面 我们有Pan A和Pan B Pan A的部分 其实集中火力就是研究你们PayPal 1的位置 我们会给大家六份的剝卷 当然也有不少得的全彩天算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7期的intensive 都有些全彩天算 另外我们有些Hit Session A Hit Session B的题目集 各方面的配套 是给大家的 值得留意的一点就是 因为早前很多同学 已经报了我们的Pan A 令到很多班已经全彩了 所以我们就加开一堆新班 也有不少是Live 你自己可以看我们的时间表 这个只是一个屯门的例子 旁边也有全彩 一路垫下去 还有其他班 其实各区都有 不过留意 我们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虚头鹰时段 这是什么时段 虚头鹰时段 其实就是一些上昼的时段 但是不知道你学校 放了你们的Study Leaf 没有? 因为始终学校不同 有些早点放 有些晚点放 当然自修身的你 可能已经不需要戒怀这件事 每一早早可能你都会有空 这些虚头鹰时段 如果真的和你吻合到的话 那就正了 因为那些时段 无论Live也好 Video也好 SemiLive也好 我们都会说一架 480元 是便宜一点点 给大家的 如果有兴趣报导的话 当然是选择这些时段 来上去 当然我学校真的很晚才放失这些 你放心 我们之后其实陆陆续续 都有开到这些主油组的时段 一直踩下去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亦都可以自己按照你自己的学校的情况 去报道一些合适的课程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Tips Class的Pan A和Pan B 留意 Pan A和Pan B不一定要顺着次序去到上 如果你说我们圣诞那一期 很多Pan A已经全装了 我可不可以上Pan B先 会不会我上Pan B的时间 因为没有上Pan A 而可能听不明白 是绝对不怕的 因为其实我们两边的课程 是特意独立了去的 即是说如果假设Pan A真的太多班 你圣诞可以先上Pan B 之后才追报我们的Pan A OK OK的话 有很多同学 A B都报道了 如果A B已经报道了 即使你未上 即使你未上 我都会介绍两个新的课程给你 这两个新的课程叫做什么呢 先讲第一个 叫做奪保期升班 哇 这个名字真是很恐怖 什么来的 即是我们说保证 不是保证的 应该说 我们说令到大家 是可以 拿到一个五星星的分数 即是怎样 即是这样说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 你如果真的要拿五星星的话 你可能会面对着一些很高深的问题 每一年 他都会有某一些分数 是会特别难的 这个是事实 大家也要接受的 因为每一年拿五星星的百分数 大概都是1%左右 我们为了要攻击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创立这个叫做奪保期升法 我们会帮大家去到训练 去面对一些较为深一点 比较复杂的题目 我目标要拿五星而已 即是不用报 那不是这么说 分数高 没有人会介意 再加上就是 如果你训练过这个训练的话 其实某程度上来说 一些较为中型一点 甚至一些较为浅一点的题目 你可能都会在过程中 想得会比较快一点 夺保期升班 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报齐我们的Pen A加Pen B的Tips Class 就可以用440元去报导 如果你说我没有 我只是报你这个班 行不行 去年就不行 今年就给一个震撼价格 就是八个水 八个水四堂 大家有兴趣 你自己也可以报导 好了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班 我们一起看看 叫做我们的Big Lemon Code 这个更厉害 Big Lemon Code 大领络课程 其实是什么 我们说这一件事 其实也和刚才一样 你报齐Pen A和Pen B的Tips Class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提题的课程 当中八堂齐了 你也可以用440元去报导 如果你报不齐的话 就全部不好意思 就一定是800元去报导 我先报了这个 然后再报你的Tips Class Pen A和Pen B 你会不会回赠给我的 真的不好意思 这件事就不会了 大家一定要先后次序 跟随我们的规矩去做 至于这个大领络课程 其实是什么 假设你觉得 你数学比较大领络 一些的话 其实是可以报这个课程 我们会专训我们的Session A1 和A2 什么叫大领络 就是说 你很需要 很急速地 将维他命C 灌注到你的脑子里面 我们就有如大领络 同一样 帮大家去捕回 你们的维他命C 放回你们的大领络 里面 那即是怎样 即是说 尊重一些较浅一点的 PayPal1的位置 帮你保证 拿回我们说 之前 70分 Session A1 和A2 里面的分数 可以吗 即是如果你较弱一点的话 这个课程也适合大家 不少都是Live 所以可能会比较抢手 让大家知道 OK 你还有一个课程 叫做一天充斥课程 又是什么 这个 其实我可以这样形容 和之前的课程 第一 所有讲的课程 内容都没有重复 只不过一天充斥课程 这一点 是再独立一点 就是去到我们临考之前 你需要一个提醒 即是说 你可能学是很厉害的 我今天教你圆形 教你四课 你可能圆形你是晓菲的 但是临考之前 你可能会有很多东西 是遗忘了的 很多同学 临尾的时段 就是怎样将三年所学过的东西 又或者可能 你根本头两年都没什么学的 你可能在临尾那年才是很厉害的 OK 你一年厉害的东西 怎样可以在临尾那段路 全部都记住在脑内 记住在你的脑内 就是你可以发挥出来 OK 我说的是发挥 不是讲学的 那个期间 就是很简单 一件事 中文第一课 你记不记得那课是什么 你懂得背 当时你懂得背 背面100分 被人贴堂 但现在你还记不记得 你应该可能不记得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考得好 当然你起码要吃 你要熟 你要学一些快的技术 但是问题 去到最后 就是你要记得所有的技术 去到最后发挥出来 一点充斥的课程 就是在你临考之前 没有多久的日子 召唤你回来上 那么这个课 就是一日上四课 就帮大家一次过去到 记得所有你应该要记得的重点 给大家 那么这个用途 跟之前那些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这样形容 简单来说 intensive 就是按每一个的题目 去到教你所需要的技术 升级大家的能力 是每一个题目的 tips class 是帮你部署整个训卷 是怎样去做 tips class 和一些cross topic 是怎样去发挥你的技术 去到后期 大领落课程 和capture五星星 是再focus一点 我们focus在session A1 A2 和session B的位置 究竟有些什么的skills 去教给大家 尤其capture五星星的课程 我们会教一些 可能是past paper存在没有的 一些新的题型 究竟是怎样去到操控的 今天得到 而最后一天充斥课程 就是课你们去到最尾的时间 究竟是怎样去到one 你说整天one数学 我当你明天考了 你今天one什么 你做一个星期又one什么 你很可能都是无从入手的 随便收拾几个数据 又好像心安不是很安 为什么呢 你只是计算圆形 你不让它出直线吗 你计算直线 又好像没那么多时间 可能很多的问题 浮现了在这里 所以就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 帮大家一次觉 去remind所有的记忆 今天得到 好 Core就说完了 不要遗忘你们M1M2的朋友 M1M2 我们也有个叫沧海维沽班 你这个是什么 这个课程 其实帮大家focus 所有的M1 先说M1 先说M1 这课程中 我们说 其实所有的 calculus 和statistics 我们的微积分 和我们的统计 那方面 当然当中包了 Probit Base Pen 全部包了 就会帮大家去到操练 当中 会出一份剝卷 是for calculus 一份剝卷 是for statistics 不是让你上课做的 不浪费时间 是直接上课教你如何去应付公开事 之前从未报过我们M1的朋友 大家就要把这个机会 8课帮大家极速upgrade 报开的朋友 其实你继续follow下去 其中两期就是沧海维沽班 所以大家无需额外报读 如果是的话 那旁边的M2的朋友 也有一个叫沧海维沽班 道理一样 和M1一样 我们一次过8课帮大家去review 所有的东西 加上给大家一些剝卷 那开班的日期 当然有先后次序 那尽可能 都要早一点 上早一点的班 无论你core M1、M2 都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派的东西特别多 就是我们其实在车市 都会比较多一点 那些料一多的时间 你都要浪费一点时间去消化 即是如果你今天上完课 你今晚玩一晚 然后第二天就去考 其实坦白说一句 你的效果会不好 我不会说没用 因为始终有些同学说 我听一下 我的感觉都会好一点 但问题就是 你多一点时间去到粗连 有什么问题 回到来再问多一问 那你的效果真的好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申报的话 就不要拖得太后 可以上早一点的班 这个就是我们的M1、M2的状态 和core的状态 好吗? 除此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课程 叫做圣诞定位课程 圣诞定位课程 又是什么? 简单一句就是 都是信众要求 有些同学觉得 自由一些 一些长题目 现在叫做Session B 以前叫做长题目 可能会觉得 比较吃力一些 无从入手 或者我们懂得入手 我懂得计算 但是每次做成三十多 四十分钟 如果实战的话 应该是PANSTAND做的 怎样可以的 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会在那边 特意做了一个两个小时的课程 帮大家训练他们那方面的技术 这件事 和之前我们所教的内容 没有重复 所以大家就算报告我们 intensive plan B 或者我们叫做快车第二期的朋友 也是欢迎去报读 这就是圣诞定位课程 那三班的live的情况 再之后 还有一件事 1月18日 就是有一个叫做九龙湾子贸中心 开的一个mall exam 也有很多同学已经报了 报了的朋友 记住 找了书才来 不要想着考天才 因为始终我们也是那句 都想考验一下大家真正的实力 和想让大家知道 你自己的药行在哪里 即使你考下去 我假设成绩不太理想也好 都想从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知道 究竟你自己 可能约在ASGS 你可能会在那一课里 多一点的时间 这样可以 我们就会模仿真正的公开试 我们会有一些叫做sticker 就是说你到时 会有一些barcode label 写一些国人资料 会要求你连到我们的试题里面 这一方面我们会组续给你们 即是你们会有sticker 你们会有墊底子 各方面的东西 我们全部做到真的一样 务求你我大家真的感受到 真正的公开试的气氛 而不是随便考一份卷 然后交给我们 随便给你一个龟利 走出去 当然也配合我们之后 事后的讲解 我们会有网上的讲解 这一样东西 如果未报的朋友 都可以快点报 因为这方面剩下的位置也不多 好吗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有问题就可以在Facebook 在Facebook上帮我 现在就来到这里了